欢迎来到这一期卢克说 又被小助理小飞扬给拉过来落视频了 因为上次刚刚发的文章 讲的是布林肯怎么布局 整个对中国实行大包围的一个战略 准确的说应该是布林肯 坎贝尔或者沙利文这些人 在一起想出了这个大战略 但是因为布林肯是国不清吧 所以我们这条叫布林肯战略 三篇文章里面已经说 它是一个叫Quaid 应该它发音叫Quaid 军事联盟 就是现在的日本 澳大利亚 包括印度 美国 它的一个四国军事联盟 就变成了一个亚洲的 亚洲版的北约吧 对中国实行合围 当年在欧洲对苏联 包括今天的俄罗斯实行合围 实行的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北约对它进行合围吧 这一块就是从这边过来 另外一条是来自于非洲 也从这边过来 还有一条是来自于波斯湾 就是整个中东地区 往这边过来 好了 从这边过来之后 俄罗斯这边石油是没什么问题的 但是俄罗斯的石油相对来说要贵很多 俄罗斯的石油品质也没这么好 最好的石油在中东 然后非洲这边一部分 我们就分散的吧 过来都要经过一个地方 就是波斯湾和非洲的石油 主要是分散到中国 大家可以看世界海船舶图 船舶图里面就这里密密麻麻都是船 然后这一块密密麻麻都是船 中国的沿海地区密麻麻全是船 石油都是这样运过来的 那么三条线 三条线里面有两条线 有个非常重要的交通咽喉要点 就是马六甲海峡 所以马六甲海峡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 现在马六甲海峡还是在美军的控制范围之内 因为美国在新加坡这里有个战役海基地 战役海基地就可以轻易于己地控制这个马六甲海峡 我们完不过美国战时 美国的海军战时还是全世界最强的 所以这三个国家跟美国一联盟就构成了四国联盟 那么美国就可以把日本印度澳大利亚连在一起 把中国困守在这一块 而且重点是守住了这个马六甲海峡 这里也构成了第一他们的第一岛链 这个第一岛链是这个样子的 像突破这个马六甲海峡的包围 只能从两条线开始走 第一条线就是从这个缅甸这边走 有角坡杆 第二条线我们就是从巴基斯坦这边走 就是我们的瓜达尔港 就是两个港口吧 所以你们看缅甸和巴基斯坦这两个地方 老是被美国搞事情 包括缅甸这边发生军事政变 瓜达尔这里发生恐怖袭击 我怀疑这个恐怖袭击 我个人推测 这恐怖袭击可能是印度在背后支持的 不停地搞事情 就是反使中国在这两个地方发展势力 然后中国的来自于非洲的石油 以及来自于波士班的石油 我们就有可能第一个进这里 第二个就离经这里 要么是经过缅甸到中国 要么是经过巴基斯坦的线到中国 那我们就保证了这两条石油安全线 在这个马六甲海峡被包围的情况下 我们就有的生存空间 所以中国要找到两个突破点 这两个突破点 以前美国拿着两个突破点 拿巴基斯坦和缅甸两条突破点 没什么办法 但现在印度加进来了 印度加进来之后 就对我们的整个构成了一定的威胁 美军可以做两件事情 第一个对印度实行军事援助 可以给印度人枪 给印度人飞机 让他们去打巴基斯坦和缅甸 就一旦发生战争 要么就美军自己亲自到印度 对我们中国的港口进行破坏 所以一旦印度加入这个系统以后 对中国的威胁是非常大的 那么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所以为什么完外展建完了舍曼之后 马上建了阿富汗的塔利班组织 因为塔利班这里有一个非常小的走栏 叫瓦罕走栏 瓦罕走栏是从这一个很小的一块进入新疆的 其实阿富汗跟中国是邻国 从伊朗到阿富汗也是走陆路的 所以这样可以保障了一条运输线 第一个是可以保障伊朗的石油什么的 可以很安定的送到中国 当然也可以保障中国的一些资源 送到伊朗 所以其实我们跟塔利班现在开始 是好或者是交朋友 主要是为了伊朗 根本的原因是伊朗 因为伊朗的石油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 是相对来说是最便宜有好的石油 所以一切还是因为资源问题 那么现在的整个的美国所有的高官 就是他们一直都是在整个中国的 所有周边地区 你们看一下这些国家 几乎全部在反问 包括他们的副总统哈里斯 他们的国防部长奥斯汀 他们的二把手舍曼 都往这一块跑 就是为了对中国形成合围 就希望他们能够加入 来反抗中国 舍曼去的所有国家 就除了这个外蒙古 是俄罗斯的势力 外蒙古一直都是俄罗斯的势力 包括外蒙古跟中亚这一块 其实这一块都是俄罗斯的势力 属于叫俄罗斯的传统地盘 俄罗斯人叫他们叫后花园 而且这些国家的人都 以自己认识俄罗斯的高官为荣 文化是这样子的 觉得我是一个俄罗斯人 是感到很关容的 所以这一块除了这个外蒙古以外 其他地方都是冲着中国来的 就想形成一个对中国的合围 像这三个国家 是已经是铁了心的 跟中国要干起来了 就像日本 特别是这个国家的 特别恶心 他牵头一定要跟中国干 然后中间有部分国家 是属于互相的争取的一个阶段 就比如说这整个大块的东南亚国家 以前菲律宾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例子 菲律宾以前是完全信任美国的 2016年之后开始导向中国 杜特尔特是个非常现实的人 然后开始导向中国 但是东南亚这一块 他们建了一个联盟叫东盟 最近在开东盟的会议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亲自参与这个会议 然后这里面就不停的说 我们中国也是对他们有什么威胁 我们中国有核弹 对他们有威胁 不停的发展军事武器 就是来离戒这些国家的 东盟跟中国的整个的经济来往是非常深的 我们现在的经济交易额增长了差不多80倍 而且双方之间有着非常深的一个叫经济沟通 互相依靠 美国这边也在努力争取这些国家 但我估计在经济上 他们是不可能给东盟 东南亚这些国家任何一些实际需求的 美国最后一定是通过武力威胁这些国家 就是说你不跟着我干 我就要打你们 他们这样子 所以现在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海军 中国必须让自己的海军 不仅能够保卫自己的南海 而且中国的海军必须保卫东盟整个这一大块 不让这些东盟国家受到美国的欺负 所以中国的军事力量一定要得到很大的提升 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除了这个以外 就讲一下其他几个国家 澳大利亚跟中国一直是爱恨交织 因为澳大利亚这边 它要大量的卖铁换丝和中国 澳大利亚现在是一家中国甘铁企业的一个高管跟我说的 就是现在澳大利亚这边卖铁换丝 卖给中国成本是50美元一吨 不到50美元一吨 卖给中国是200多美元一吨 所以它从铁换丝里面赚到巨额利润 每一年澳大利亚的铁换丝 从中国赚走1000亿美元的一个巨额利润 所以澳大利亚普通工人 铁换丝挖矿工人量到50万人民币一年的薪水 而且福利待遇特别好 他们上班都可以坐直升飞机过去 把它送到那个比较偏远的铁换丝 铁换丝挖起来是很容易的 主要还是那个后面架工运输的过程 所以澳大利亚跟中国之间互相骂来骂去 澳大利亚主动攻击中国吧 美国的走狗啊 澳大利亚的铁换丝公司 主要是美国的公司入股的 所以它作为美国的走狗在这里攻击中国 然后中国就还击 但两边爱恨交织 最重要的铁换生意 澳大利亚不舍得贩售 中国也需要铁换 所以这个生意还照做 最后就这个就一下早总结吧 美国合围中国呢 主要是通过这个四国联盟块的系统 把这三个国家作为三个节点 美国在后面就给钱给钱给钱 甚至自己的海军冲进来包围中国 他们各有作用吧 中国现在主要能争取的是哪几个 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通过塔利班这边 瓦罕走南跟伊朗之间形成互动 保证我们的石油供应 第二个就是尽量要保护好 这个整个东南亚地区 让他们不要受到美国的威胁 因为美国肯定是 要么用经济利益吸引他们 要么用武力威胁他们 那么东南亚也是希望中国能够保护他们的 因为现在我们是最大的两个经济合作伙伴 所以中国的海军最好是可以越来越强大 我希望我们的海军再强大十倍 保护好整个东南亚的利益 那么东南亚国家自然就会站在中国这边 把美国从这块势力赶出去 所以可以看到 东南亚这块其实对我们也挺重要的 我们的海军必须快速的强大起来 第一个是海军 第二个是空军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核力量必须强大起来 要不美国就一直在这一块威胁我们 这就是我们两个破局的重要点 最后说一下就是美国虽然号称俄勒斯 是他们最大的竞争对手 事实上他们已经把中国当成是最大的竞争对手了 所以他们的整个几个要员 国务卿 副国务卿 国防部长 以及他们的副总统 就基本上已经把整个东南亚这些国家的 全部都反问了一遍 而且跟他们说要对中国 其实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其实现在对中国的合围 大战略合围 已经到了生死关头 我们中国也要急切地完成我们的突围 虽然我们现在过的和平的日子 大家在这里安稳地看视频 看B站视频 其实让我们的国家一直都处在一个互相交锋的一个阶段 一直都是有一群很伟大的人在保卫着我们国民的安全 其实这个世界是一个弱肉前食的世界 就不是大家想象的小新鲜的世界 美国是希望我们变成一个 类似于阿根廷 墨西哥和巴西这样的国家 能够继续提供大量的廉价劳动力 生产世界上最廉价的产品 希望我们的过种生活满足就行了 但是我们中华民族是不会满足于去做一个只能生产台灯 只能生产衣服的一个国家 我们要生产自己最先进的航空航天器 我们要做人工智能 我们也要生产全世界最优秀的军舰和全世界最好的飞机 我们拥有星辰大海 我们中华民族是不可能被美国包围在这样一个四国联盟的快的系统里面 我们是有更加大的一个理想和目标 同时说一下我个人真的非常非常讨厌日本 因为整个的快的系统就是安倍晋三 从2004年开始就一直要建立这个四国联盟 到2017年就开始重新把它建立起来 到了2020年的时候 就去年的时候 这个快的系统在蓬佩奥的班主下 开始成为一个真正的一个大的系统 所以日本其实是真的非常不想看到中国崛起 是对中国崛起充满了怨恨的一个国家 我相信有一天我们一定会给日本好好的上一课 让他知道什么才叫完者归来